台湖县警察局妇幼警察队在13号14号特地前往蓝宇野游国校以及蓝宇国高中等进行校园巡回宣导 针对防治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骚扰、儿少保护以及儿少性剥削防治等相关法令实施宣导 期盼让学生们了解妇幼保护法律知识以及提升自我保护的职能 妇幼队的园警正在向台下的学生宣导妇幼的相关知识 为了守护孩童台东县警察局妇幼队日前前往蓝宇野游国小以及国中高中等学校 进行校园巡回宣导 针对防治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骚扰、儿少保护以及儿少性剥削防治等相关法令实施宣导 藉由为电影播放进行互动讨论 并透过有讲真打的方式增加学童对于宣导内容的记忆 台东县警察局表示 妇幼安全宣导近年来已经成为重要的课题 儿少被害案件也层出不穷 因此特地规划妇幼队前进离岛的校园进行巡回宣导 希望能够将相关法令以及服务资源带给离岛的学生们 让离岛的学生们不仅可以保护自己 也可以间接帮助需要帮助的被害人 勇于报案求助 建立正确的妇幼法令观念以及自我保护的方法 记者陈静玲 蓝宇香报导